美国明尼苏达州除了一望无际的平原 也有不少的地下洞穴 由一个叫神秘洞的中午时洞穴 成了各地民众喜欢造访的景点 美国明州东南部的这座地下洞穴 名字就叫神秘洞 如今洞穴管理单位主管安德森倒是很清楚 自己为什么喜欢在这里工作 中鲁石洞里气温只有摄氏9度 而且充满了各种鬼斧神功 这个地底湖最深处3公尺 美丽的蓝绿色来自方解石结晶 神秘洞穴1937年由男子乔派提发现 他应该也是第一个进入洞穴的人 几百万年前整座洞穴都还在海里 洞中的投足类动物化石可以证明 这片岩石则有4亿5千万年的历史 比恐龙生存的年代早了3亿8千多万年 潮湿去黑的通道中 栖息着蝙蝠跟几种昆虫 这个水池表面像灰尘一样的小白点 叫潭尾虫靠水中的有机物为生 神秘洞穴历久弥新 不同年龄层的访客都能在这里找到新奇的体验 跟无穷的乐趣 综合报道